很多议题的年轻人到底怎么想的 我们先听一下年轻人 他们对于ETF干脆当成人生的目标 当成他退休的基金 或者是他只要有钱就往里面丢 定期定额存股 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行为 我们看一下 欢迎快答这一题高股息ETF的涨势 如果很猛 那干脆当个股把它卖掉算了 你的看法请作答 我个人的话 我并不会将它卖出 因为我们知道高股息的ETF 就是要长期持有 长期的去做领袭 所以即便它涨很高的 我依然会持有着 不会将它卖出 好第二题 同样的钱的话 你会看好一档全部投入 还是分散去买不同主题的ETF 请作答 我的想法是 我个人会将它分散到 不同主题的ETF 因为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分摊风险 而且我们知道资金是流动的 所以这样子能够更加提升我们的技巧 好第三题既然是高股息的ETF 那么分到的股息 你会怎么处理呢 为什么 请作答 当我领到股息之后 我会选择将它重新投入到ETF里面 也就是重新再去买它 再去领更高的股息 这样才能达到负利的效果 钱滚钱 让资金部位能够更大 好 时间到 谢谢应诚 好了我们说高股息 月月配也好 季季配也好 半年配 一年配也好 那你配到这些钱 你到底要干嘛呢 所以我们问一下 现场两位年轻人 来第一 都说高股息的ETF 只要持之以恒 达到一定的张数 就可以帮自己 每月加薪一万元 但半途而废的可能性很高 你支持这个说法吗 赞成或者是反对 你们都赞成 OK 所以你们赞成半途而废的 几率很高 所以不要这样玩 OK啦 我们先问一下益诚 我个人认为 就是当你看到它的价格 是被推升上去之后 那当然人性使然 大家都会去想 赚这个资本利得的价差 当然 但是当然我们知道 高股息ETF的重点 就是在配息 所以这时候你把它卖掉了 那就不好了 不过这是人性 所以我相信 这样是很容易发生的情况 很容易半途而废 OK 来来来 那财克你呢 你也觉得很容易半途而废 我也觉得 为什么 因为可能你 后来觉得不适合了 你可能就会想要把它 卖掉之类的 OK 好 那我们问一下有名的 大家都在推这个观念 定期定额 但是两位小朋友 两位年轻人 好像对于定期定额 有点不屑 因为他们跟一般的年轻人 不一样 他们是属于年轻人中金字塔 所以他们不靠这个收入 当然我觉得 第一个 看你自己本身 有没有办法 常常接触到金融资讯 如果你是属于 非常被动型的投资人的话 比如说我在上班 或者是我在干嘛的话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看 所谓的金融的东西的话 那当然定时定额 你就呆呆的去给它扣 用时间来去换空间 那如果说你是稍微有 比如说像刚刚映成 它是有产业背景的 它是知道一些东西的时候 那我觉得 其实你可以做一种做法 你还是可以交易 怎么交易呢 你可以在觉得高的时候 把它卖掉 但是在它快要配息前 把它买回来 或者是它快要换股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把它买回来 会比较好 因为你还是可以做到差价 譬如说现在我觉得2万点 可能你有一些金融指标 告诉你说这里过热 那包含ETF其实也是股票的衍生 那当然你就可以出脱 它下一次00940换股的时间是5月 那你是不是等到它换完股 你觉得那个股票的状况是 成分股是你喜欢的 你再把它买回来 那它是不是会要配息了 那配息之前把它买回来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做法 OK 因为我们今天聊了00940跟00939 都是配息型的 那我们现在问在场的两位年轻人 OK 不配息的ETF 我不会去考虑 即便它的成长性很好 赞成还是反对 OK 我们先问一下反对的议程 因为就我的想法 配息其实就是有点左手换右手的感觉 你虽然拿到息了 但是你股票的数字也会降低 所以今天如果它 如果没填息就没用了 没错 所以今天即便它是不配息的 但是它有很好的产业 这个成长性是很好的 那我相信我还是会去考虑它 OK 那财克你是要配息的 对 那你身边呢 身边应该有一线 也是有人会跟风 就听到这两档3940的 大家都就把钱都砸下去了 那像它破发之后 你有听到哀嚎声吗 比如在群组里面干狗 然后PO文 现在都还在爽 失去的希望 现在好像都还在爽的阶段 现在还在爽的阶段 OK 艾嚎声应该再过一阵子可能会 来来来来 我们问一下长期有艾嚎声的巴尼米 是 对 你会因为它 有没有配息来决定 要不要买这一档吗 其实不会 如果是ETF的话 就刚刚说 我其实对配息这件事情 没有说特别的有要 也不在意 对 我觉得是 长期能成长会比较重要一点 可是这有没有牵扯到就是 你所能够承受的风险的能力 对 一定有的 所以你可能就要在资产上 去做一个一定程度的调配 就是说 你今天就是说我不配息 那我可能 我要放很久 那我的资产比例 相对会越来越 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再放其他资产 在一个灵动性比较大的地方 或是我觉得 未来增值更多的地方 OK 那来第三题 今年还有很多档的ETF准备要发行 只要是月月配息的 我就敢买 赞成还是反对 多反对 OK 来来来 我们先问一下柴克 你反对什么 月月配息很好啊 我觉得就是不太会碰这种高股息的ETF 我觉得这个就是陷阱 陷阱 这我觉得投资股票就是比较 风险比较大 对 所以你是一个非常保守型的投资人 我比较保守 我不是那种敢玩敢冲的 我得失心比较重 OK 得失心比较重 来来来 那我们说 逸辰你呢 我个人认为 月月配的话 虽然每一个月都可以领到股息 但其实要特别留意 当今天你月月配的时候 代表你每个月都会需要损失掉 像他要汇给你的那个汇费 这是会损失的 所以即便他是月月配 这并不代表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 所以当然我就不会去申购他 OK 来来来 然后我们问一下 永明哥 那波克夏那个巴菲特的公司 我刚才查了一下 他们现在一股是420块美金 OK 他们也不配息 但是他们创造全世界 我们数一数二大的市值 对 第一个 我觉得美国的税法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美国是这样 它有点像 第一个资本利得 我们也是都不克税 但是呢 它的配息 像我们各位你知道 你配出来的一个喜好 要并入综合所得税 那就要看你工作的一个薪资 大概是在哪里 如果你薪资有超过一个门槛的话 你很可能你的综合税率 就是从20几% 甚至最高到40几% 对 40几%是所有年轻人努力的目标 如果被扣到40几%是很光明的 是很爽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在美国不是 在美国是你只要一配了 它不管你什么所得税 它就直接给你克30% OK 所以对波克夏来讲的时候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 要看好我的基金要成长的人 我是不希望能够 让我的股息影响到我的股东 包含他自己也是 他是持有相对更大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有他的一个背景 他是随时都可以选择产业的成长 而且他活得够久 他看过很多的generation 他看过太多的世代 多空的循环 所以他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事 但是对很多人来讲的话 配息相对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稳定 可是我觉得你再怎么配 你配到月配 其实是有点扭曲了这整个机制 为什么呢 第一个你要去想 我的基金里面是高配息 高股息的一个基金 可是我里面的成分股 一年配几次息 台积电已经很厉害了 一年也只能配四次而已 更不要说很多人 其实他一年只配一次 你现在要月月配的时候 我请问你 你的成分股没有再配息的时候 你哪来的那些息给人家配 对不对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我频繁交易 我产生了一些价差 然后我是不是放到我的评准金 或者是我放在什么 然后我拿去给人家 然后第二个部分 我要怎么配 我到最后连评准金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比如说这七个月里面 我没有评准金的情况之下 我只能怎么样 我只能拿你的钱去配给你自己 这个就是拿左手换右手 拿东墙补西墙 所以我们这么讲有一个 会不会ETF 当然我相信我们现在公司都是正派经营 但是会不会有一天 当股市真的也撑不住了 因为股市本来就有涨就有跌 然后我们说金融海啸第一波过了 你赶快要下来的时候 你发现第二波又上来了 会不会重演70年代的所谓的红源那种风暴 因为现在是很公开的机制 它是有一个交易的过程 说回到红源那个年代不容易 第二个的话 有ETF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的理财 所以它有点像我们汽车的安全技能 它让大盘在跌下来的时候有一个缓冲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是我们常常认为说 当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跑去买股票的时候 大家都去开户的时候 这个行情就要崩 可是讲了这么久怎么也没崩 是 对不对 所以就是因为ETF在那边有一个buff 一直把它撑住 它为了发行这个经理人家管理费 可以赚到6亿 这个6亿其实对009自营来讲非常补 就等于我躺着可以 就发行一次就可以吃两年的意思